您听到的这个声音不是波音设备故障产生的噪音 是中国武汉市被封城之后二月间的一个夜晚 武汉市区上空的声音 这声音出自武汉市区各住宅高楼上众多敞开的窗户 是那些窗户里居民们共同的呐喊声 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手机专题 我是北明 这次节目是一个插播节目 我要为您综合报告并平息武汉疫情中的一位医生 李文亮的去世 所引发的大陆民间海啸般的反应 武汉高楼群中发出的这个呐喊声 被大陆网友命名为武汉今夜的哨声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今夜指的是哪一夜 无法确定这则短视频的录制的确切时间 但是这则视频在2020年2月6日当夜在大陆微信圈中以不同的方式上传 并刷属并刷 李文亮医生因为在亲友圈中披露不明肺炎病毒的消息被警察封口 并死于这一病毒感染 人们无法听清暗夜中武汉高楼窗户里 呐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是可以看到在这则短视频的下面有一句注解 这句注解是对中国古代商汤氏 就是商书汤氏中的一句言词的引证 及其白话翻译 汤氏是一篇讨伐习文 是商代开国君主汤讨伐夏节的习文 这句作为注释的引证和白话翻译是 时日和丧 五极如劫王 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阳 我们也要与你同归于尽 被讨伐者夏节 是夏朝末代君主 为政暴虐荒淫 费民弃农 收敛财货 劳恶民利 尽失为君之道 丧尽人心 讨伐习文中的这一句 是民众对这位暴君的诅咒 视频下面的这句解释 显然是对武汉今夜的哨声中 武汉城市黑夜上空的那些呐喊声的解读 我们再听一遍 2020年2月立春第三天 2月6日 离世的李文亮医生 是最早报告武汉肺炎病毒的医生之一 他为此遭当局训诫而封口 由于官方刻意掩盖疫情 错过控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 到李文亮去世的2月6号 中国已经全地沦陷 武汉和湖北及其他各城市 乃至中国其他省份部分地区 相继封城 人民自我隔离 但为时已晚 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各地 演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各国撤侨 旅游中止 通往中国大陆的国际航班 全部取消 外界日益质疑官方报告的 武汉肺炎死亡人数 大大少于实际死亡人数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 但是即便不知情的民众 以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准 这封口的代价 已经严重激发了民间怨愤 李文亮之死进一步 发酵了恐惧中人们的愤怒 民情沸腾 哀伤不电 愤懑抗议 呼吁诉求之声 排山倒海 一如网上暴动 李文亮 李文亮故去的消息一经传出 民间悼念接踵而至 他在其间救治无效 而死去的病房门口 立即有同事们 在门外鞠躬悼念 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从白天到傍晚 民众自发送去悼念花篮 摆满医院前厅 民众也自发地设置了 其他的场地 以鲜花 图片 文字 诉说哀伤 与祭奠之情 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 祭奠相关的诗歌 消息 导文 随感 音乐 昼夜的刷屏 这首被命名为《伤的》 被民众认为是 世界大提金家杰奎林 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 在众多微信群体和个人之间传递 在手机上无数次的点击播放 人们为他的死痛彻心扉 日夜不眠 微信中盛传着一则约定 在2月6号 李文亮去世的那个特定夜晚 在特定的时刻 一起冥想彻底 一起关闭灯光 一起用手机的光照亮夜空 以表达对这位医生的哀思和纪念 李文亮之死 哀容备至 这种哀容不仅是通过 现实生活的层面实现的 更是通过虚拟空间实现的 确切地说 是在手机的网络空间实现的 据讯 截止当地时间周五凌晨四点 李文亮医生去世和李文亮去世 这两个关键词高居微博话题榜的前两 总阅读量已经超过六亿次 不过这个消息呢 引起了中宣部的警觉 并指示要严格规范稿员 严管有害信息 此讯随后迅速从热搜榜的第一名 逐步降至第七名 本台自由亚洲电台 2月7号的相关报道 引述网民的调查发现 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搜索次数 被刻意地篡改了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9年2月28日发布的 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止到2018年的12月底 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8.29亿 手机网民的规模则达到8.17亿 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统计 以这个网民手机数字为准 以武汉肺炎相关的消息 在中国网络的相当广泛的传播度为基础 其中有6亿左右的网民人次 关注他的死讯 甚至以撰文、发言、歌唱、传播消息 传递通告、发表感言、相互对话 发出公开信、联名上书等等各种方式 参与对李文亮的网上悼念活动 估计这个数字不是毫无根据的 世界宗教领袖若望保罗二世 2005年4月2日去世 当天就有超过7000名信徒涌入梵蒂冈城 同时世界各地有超过10亿的天主教徒 在世界各地表达哀悲哀 李文亮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 民众自发悼念他的规模 可以说仅次于教皇保罗二世 所引发的自发悼念的规模 李文亮的特殊情况是 他披露真相被封口的特殊经历 一名吹哨人的特殊身份 死于大陆武汉病毒肆虐中国的特别时间 疫情直接危及的人数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 所以网络国葬一词 在悼念李文亮医生的语境当中 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汉语语汇开始流传 近年的中国 如同一个高压锅 这只锅经常通过排气阀 相继透出不同气味的信息 让人们目不暇接 回顾一年来中国舆论市场 人们追着相继出现的重大信息 满大街的乱跑 又如同狗熊掰棒子一样 掰一个 丢一个 本次武汉肺炎在1月20日 中南山公布人传人的消息之后 一举占领了民间资讯市场 成为重中之重 此时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信息 可以转移人们对这个病毒的关注 而在此之前 台湾总统大选 紧紧地拴住了绝大多数 关心国家大事的大陆民众的眼球 难有丝毫地松动 在台湾大选之前呢 是香港持续半年之久的 反送中抗议活动 大陆扭曲的消息 和海外真实的信息之间 中国民间几乎分化为两极 以至于不断需要 以肢体语言来强调自己一方的正确 在香港问题之前 美中贸易谈判的拉锯战 是中国人们心中的大石头 举不起 放不下 寝食难安 有评论认为 李文亮并非真正的吹哨人 他本无意向公众披露病毒的真相 而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 提醒自己的亲友 注意健康安全 但是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 离开这个世界的当天 成为中国最现实的存在 他在新型冠状病毒胁迫下 空出了自己在人间的位置 悄然离去 不料仅仅24个小时 他获得了在世34年 都没有得到的关注 他空下的那个位置 无限的膨胀 挤满了中国受苦人 受骗人 病人及其家属 还有社会各界其他人士 他们一起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哀鸣和怒吼 还有前所未有的理性诉求 网上拥挤着这一类的文字 不断地被抹掉 又不断地再生 李文亮 李文亮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 其命运自今年2020年1月3日 他在训诫书上按照规定写下 知道 能 三个字 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就演化成了一个预言 诠释了什么叫做不测风云和旦夕霍府 显示了一个国家荒谬绝伦的现实 预示着无尽的灭度与生机 这是一个无人遇见过的现实 这是一次正在泄露的天机 生发于这场没有预警的大灾难 消除言论控制下的误区 从而铺设独立思考的基石 还原历史或现实真相 从而开辟奇迪心智的道路 点燃思想与意义的灯火 从而打造继绝存亡的诺亚方舟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记专题 每周二播出并上传本台网站 主持人北明 恭请关注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 李文亮之死迅猛地导致大陆民间舆论的转化 期间的政治因素陡然升级 理性成分突然加码 早前民间关于武汉肺炎的消息 大都是纯技术性的 如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 防范感染的建议 医院或病床的情况 医生的救治与困难 资源分配的不公 封城相关的信息 病人的艰困状况 对吃野生动物的反省 关门过春节的无奈与自嘲 对外交部发言人言论的传播和议论 对国际社会对应措施的评论 各类必谣的言论等等 不疑而阻 有关美国援助的真实情况 和病毒第一来源的信息 只是在知识人 媒体人和有心人之间引起关注 少数知识人 对导致武汉病毒失控的 政治病毒的反思 也未能引起民众的关注 可是李文亮之死 是一个坎 使民间舆论超越技术层面 越过了雷池 人们被封口误国 人民偿命的现实所惊醒 关于言论自由的呼声 骤然爆炸 这是八九年至今三十年来 民间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 自由言论的呼声 其中一些出于各大学校校友会 各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各大学教授群体 各专业同学会等 发出的声音 代表了普遍的民意 这些呼声 虽然建筑于文字 行于网络 却在新一轮的言论压制下 被刻意地追踪 删除 封杀 也由于一周以来 新一轮微信 个人账户 群体被大量地封锁 这些言论 或者难以公布 或者一经公布 流传就被追杀 所以为了见证历史 留存民意 华盛顿首季 本集节目开始 开辟一个新的专栏 叫做2020武汉起义 被追杀的声音 起义的义 是疫情的义 消解言论控制下的误区 从而铺设独立思考的基石 还原历史或现实真相 从而开辟七滴心智的道路 点燃思想与意义的灯火 从而打造 冀绝存亡的诺亚方舟 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首季专题 每周二播出 并上传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主持人北明 恭请关注 本专栏目前已经收集到 并经过确认属实的文字 作者从个人到群体 依次有 北大法学院教授 法学家张千帆 2月6日文 设立2月6日 为中国自由言论日的倡议书 北京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郑也夫 2月7日文 文亮升天 宪法扫地 评训诫书 北京韦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凯 2月7日文 李文亮是英雄吗 大陆知名网络作家 李承鹏 2月7日文 在人间 做一只正义的蝼蚁 武汉大学石教授 冯天瑜 唐一鸣 鱼品兽 鱼可川 郭启勇 邓小芒 李公真 赵林 徐少华 叶永刚 2月7日文 李文亮大夫不朽 清华大学部分校友 2月7日文 告全国同胞书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 法律界同学会 医药医务界同学会 2月7日文 至武汉市公安局的公开信 中国各界人士 2月7日开始签署的 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 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武汉临时政府 2020年2月2日 湖北独立宣言 湖南临时政府 2020年2月10日 湖南独立宣言 此外 一篇李文亮逝世前的长文 因为反思体制病毒 也收录进华盛顿手机的 这个专栏 这是清华大学 许章润教授 2月4日的文章 愤怒的人民 已不再恐惧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类文章的收集工作 还在继续 这些文章 将打破华盛顿手机 每周二更新一次的节奏 尽快连续 在本台网站的 《华盛顿手机 2020武汉起义 被追杀的声音》 这个专栏推出上网 注意 起义的义是瘟疫的义 这个专栏的网址是 https 冒号 两个斜杠 www.rfa.org 一斜杠 然后是一个英文词 叫Mandarin M-A-N-D-A-R-I-N 一斜杠 然后是汉语拼音 专栏 一斜杠 汉语拼音 华盛顿手机 一斜杠 汉语拼音 被追杀的声音 我再说一遍 《华盛顿手机2020武汉起义 被追杀的声音》 这个专栏的网址是 https 冒号 两个斜杠 www 一个点儿 rfa 一个点儿 org 一斜杠 然后是一个英文词 Mandarin M-A-N-D-A-R-I-N 一斜杠 然后是汉语拼音 专栏 再一斜杠 接着是汉语拼音 华盛顿手机 再一斜杠 然后是汉语拼音 被追杀的声音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 华盛顿手机专题 作为插播专栏 临时开的一个栏目 叫做2020武汉起义 被追杀的声音 这次播出的话题是 李文亮之死 引爆自由炸弹 内容是武汉今夜的哨声 被解读为讨伐之声 网络国葬规模仅次于 教皇保罗二世 天意难问 民间舆情 骤然充满政治色彩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北明 北方的北 明天的明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